第2831集 知道他在和队友商量 坐在驾驶位上的蒋雪舟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看到他打完电话之后 立刻问道 你队友怎么说 他们没说什么 说让我看着办 队上那双满含期待的 盈盈目光 夜时忽然也有些难为情了 挪开了视线 这游戏的NPC也太像人了 该不会是他妈的真人扮演的吧 那就尴尬了 抱歉啊 我这人从小神经比较大条 什么恐高啊 晕车晕三地啊之类的玩意儿 我都体会不到 那什么深海恐惧症 应该也是类似的吧 总之 辛苦你坚持到这里了 没想到这家伙 也能说出关心人的话 蒋雪舟感觉脸颊微微有些发烫 难为情的感觉占了上风 他匆匆地挪开视线 将脸扭向一旁 当 当也没有你说得那么夸张了 其实你努力 还是能克服得了的 看着这个嘴硬的家伙 夜时最终还是没有克制住 嘴贱的冲动 戏谑着调侃了一句 那我走 看着惊慌失措 转过身来的蒋雪舟 夜时没忍住 扑哧笑出了声来 我开玩笑的 他的话音还未落下 一股警罩便忽然爬上了他的心头 连同他的心脏都不由自主的一阵抽动 那是前所未有的感觉 即便无数次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甚至经历死亡 他都未曾有过同样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像 他即将失去比三天一次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 在那股强烈的预兆的驱使下 他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 有什么东西瞄准了我们 在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 正抡起拳头做事要敲他脑袋的蒋雪舟 立刻收起了那羞愤的神色 没有一丝犹豫和怀疑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扑到了操作界面上 食指在全息面板上点出了残影 控制着科研船来了一个侧向激动 改变了原本的运动轨迹 哪怕没有预警雷达的提醒 也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瞬间放大的电磁信号 伴随着雷达侦测到的高速运动物体的警报 一同出现在了科研船的操作界面 看着雷达屏幕上那一连串与科研船擦肩而过的质量点 江雪舟的额浅一瞬间冒出了冷汗 好险 就差一点 学院的科研船毕竟不是军用装备 而是科学考察装备 虽然科研船上的偏导护盾能够抵御质量加速器的攻击 但他们面对的毕竟是人连空天军巡洋舰打出的密集阵 更不要说他们才刚刚脱离太空垃圾覆盖区域 护盾电容的能量才恢复到30% 哪怕瞄准他们的大概只有一门或者两门点防御炮 也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发生了什么 差点没被安全带勒出隔夜饭 夜市咳嗽了好几声才喘过气来 得亏刚才手慢了没解开安全带 否则只怕刚才那一下子已经给他送走了 蒋雪舟的反应倒是还算淡定 做了几个深呼吸便冷静了下来 是点防御系统 夜市懵了一下 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南海联盟驱逐舰上的那东西 反正差不多是类似的 蒋雪舟一边解释着 一边双手不停地操作着控制界面上的全息屏幕 试图躲开那门点防御炮的追踪 也是一脸懵逼地看着他的侧脸 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卧槽 这破船停了两百多年还能开火呀 蒋雪舟火急火燎地说道 这又不是在地球上 太空里的东西哪有那么容易坏啊 何况还是一艘漏漏漏气的船 让你的队友坐稳了 我们恐怕没法减速了 他们稳得很 已经在骂娘了 食指按在头盔上的叶石咧了咧嘴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试图让自己的感知发挥更多的作用 然而他很快发现 除了最开始的那一下发挥了些作用 他的直觉在短兵相接的较量中 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 科研船在蒋雪舟的操控下 一顿舌皮走位 而那呼啸的质量弹和死亡的预兆 压根就没停过 毫无疑问 他的直觉症提醒着他 他们可以成功躲开 点防御系统的追踪无数次 但只要失败一次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不到300公里的距离 几乎就像脸贴着脸 双方都在预判着彼此的预判 并对下一次攻击和躲闪 做着默默地计算 所谓被动挨打的一方 蒋雪舟这边显然是毫无优势可言 此刻最好的策略 压根就不是贴近过去 而是立刻撤退 但他们别无选择 十万枚中子鱼雷 已经落在了天人的手上 他们根本没有退路可言 淡蓝色的数据流印在蒋雪舟的瞳孔中 那微张着的小口中 发出了声声较劲的嘀吼 为了更精确地操作科研船的飞行 他将意识接入到了科研船的深层操作系统 借助飞船的算力和包括全景摄像头在内的一切传感器 进行更直接的操控 他已经彻底豁出去了 想到这家伙的深海恐惧症 叶石不仅有些心疼 却又不知如何才能帮上忙 这时 他的耳边传来方长冷静的声音 叶石 让蒋雪舟不用减速了 直接把我们人在新建的破村口附近就行 叶石愣了一下 脱口而出说 哇靠 你们疯了吧 这他妈的可不是飞机呀 那速度和惯性更不是开玩笑的 别说是把人撞成肉泥了 一个不好人双脚还没着地 在半空中自己就解体了 方长冷静地继续说 这是胜率最高的选择 氮气瓶的反作用力 应该够我们在接近目标之前减速 而我们也能够分担一部分 电防御系统的火力 比起所有人死在一条船上 用我的办法总能火车进去几个 别磨擦了 快点 听到那声音中的催促 叶石不敢犹豫 连忙看向一旁喊道 雪舟 我的队友说 等你靠近新建缺口附近 不用减速 直接打开舱门 蒋雪舟想也不想便回了一句 你的队友的脑子 是不是有被咬伞了 还是你跟筋搭错了 你当这是飞机吗 但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是吗 这种情况根本没法减速 听我的 你直接从那个缺口上飞跃过去 然后一直往船头的方向开 这是最好的办法 看着还在犹豫的蒋雪舟 叶石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认真地说道 我相信你 用你的专业知识计算一下 尽量让他们进去 拜托了 蒋雪舟咬了咬牙 紧闭着眼睛 我试试 确实 眼下的情况根本没法减速 只能冒险赌一把了 只要减速的距离足够 他们未必不能靠氮气瓶的推力 完成自主并轨 第2832集 就在蒋雪舟改变策略 加速冲向兴建侧面缺口的时候 刚刚走到剑桥里坐下的罗伊 正隔着那爬满灰尘的落地窗 欣赏着那优雅的舞姿 那艘银灰色的科研船 确实被这群废土上的虫子们 玩出了花来 但那又如何呢 看着垂死挣扎的小虫子 忽然开始加速 罗伊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烈的笑容 吊 雕虫小技 他好歹是前人连空天军的士兵 自然是一眼就看出了这帮人的打算 想登陆 他不会让他们得逞 闭上双眼 独自一人坐在舰掌位上的罗伊 缓缓开口道 先进主控系统 温和的电子音飘入了他的耳旁 我在 看着距离猎户号导弹巡洋舰 越来越近的科研船 他面无表情地下令 发射一枚中子雨雷 抱歉 这个距离恐怕不妥 以中子数的杀伤半径 您也会受到影响 那温和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迟疑 作为猎户号星舰的剑载AI 他必须首先为乘客的生命安全着想 罗伊却是一脸不在意的表情 无所谓 按我说的做 舰长的命令是绝对的 哪怕命令与安全条例发生了冲突 现在AI只是略微迟疑 便认可了罗伊再次重复的命令 启动了那枚已经在发射架上挂了近两个世纪的鱼雷 虽然那鱼雷已经年久失修 甚至于传感器都已经失灵 但乍一下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么近的距离根本不需要瞄准 他们死定了 与此同时 科研船在一番左躲右闪之后 终于飞到了猎户号星舰的侧面 没有一丝犹豫 蒋雪舟立刻打开了科研船的舱门 并解除了那一只只座位的安全锁 在惯性以及气压的作用下 一抬抬坐在椅子上的动力装甲 就像旋转的陀螺 划出一道抛物线 砸向了那艘近在咫尺的星舰 有一说一 蒋雪舟计算的弹道还是很准的 不出意外 绝大多数人都能落进那个不大不小的洞口 然而投掷的过程实在是过于粗野 就算是觉醒者也有点遭不住了 敏捷系的玩家稍微好一点 方长靠着敏捷系的天赋子弹时间 抱着氮气瓶一顿操作 勉强让那飞驰的座椅停止了旋转 不过就在这时 一抹闪烁的白光忽然从漆黑的深空中亮起 刹那间夺去了他的视野 那是 钟子鱼雷 灼烧的刺痛从皮肤的表面传来 方长试图呼叫队友 但通讯设备已经失灵 客观的来讲 这玩意儿的威力是要比常规核武器大一些的 毕竟动力装甲就是为应对核生化环境设计的 霞光动力装甲虽然是联盟自产自研 但各项性能其实并不弱于战前动力装甲太多的 尤其是和生化的防护力 看不见的血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着 方长用最后的余光看见那艘银灰色的科研船 失控地撞向了猎户号星剑的残骸 他就像是被砍了脑袋的苍蝇一样 失控地撞在了下层甲板的附近 爆炸的火花绽放 他看见了一闪而逝翻滚的火焰 也看见了那四散飞舞的合金碎片 他的心脏不由自主地一颤 速来不把死亡当一回事的他 从未如此地害怕死亡的到来 不 游戏并没有暂停 下一秒 冰冷的数字已经映入了他的眼帘 复活剩余时间72小时 零分零秒 护盾电容能量剩余百分之零 伴随着一声天翻地覆的轰鸣 夜时感觉自己的意识就像被卡车撞飞了出去 恍恍惚惚的就像隔着磨砂玻璃看幻灯片一样 科研船似乎撞上了什么东西 紧接着他看见了沸腾的火焰和一张焦急的脸 再然后驾驶舱忽然黑了下来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笼罩了一切 就像黑洞一样吞没了所有的光 随之而来的是 他的意识也一同坠入了看不见的深渊 说不上来是哪件事情先发生的 也或许两者是发生在同一时间 没有掉线而是在游戏中陷入昏迷 夜时玩了这么久的游戏 大概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么古怪的情况 而且这种昏迷的感觉也很奇怪 他的意识并没有被切断 只是连接不上五感 难道是昏迷的功能还没有做出来 也是试着在脑海里分析 但以他对阿光的了解 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 如此说来就只有一种可能 自己触发剧情了 想到这里 直面黑洞的夜时心中没有恐惧 反而有一丝丝隐隐的期待 然而没过多久 那一丝期待便在漫长的等待中化作了忐忑 甚至于慌张 他想到那艘科研船上并不只有他自己 还有那个家伙 一丝悸动涌上心头 夜时忍不住骂了一句 骂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他当然发不住声音 纯粹的意识在比真空更空无一物的虚空中回响 而能被他听到的只有无声的寂静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有一丝微弱的响动传入了他的耳中 那似乎是他的心跳 那微弱的清响如酒汗之后的甘铃 令躁动不安的夜时心中涌出一丝狂喜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伸出并不存在的手 拽住了那浮在水面上的稻草 并使出浑身解数向着那恍惚的声音追了上去 给老子醒过来 他在心中无声地呐喊着 哪怕他并不确定自己这么做是否具有任何的意义 或许自己只是在对着一面强使劲 或许他其实已经死了 那切而不舍的努力似乎终于有了结果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似乎没那么黑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模糊的灰蒙 丢失的五感似乎正在回归 越来越多的声音透过了那层看不见的迷雾 先是听觉 再然后是触觉 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 一股彻骨的寒冷却在他找回触觉的一瞬间包裹了他的全身 动得他全身一个哆嗦 好冷 这感觉就像是掉进了冰窟 此刻的夜市心中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刚想脱口而出一句冻死老子了 便听见断断续续的声音吹在了那灰蒙蒙的迷雾上 那声音是从近在咫尺的地方传来的 为了听得更清楚一些 他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不过仍然只听见了支言片语 夜市 这 这里好冷 我 我 什么 没等夜市仔细听清楚那声音在说什么 四目的白光便一瞬间照在了他的失望膜上 那闪耀的光芒差点没把他给亮瞎 令他下意识地抬起胳膊遮挡 而随着他抬手的动作 细碎的冰渣被袖子带了出去 哗啦地淋在了他的脸上 令他忍不住地发出了一声低吟 那冰凉的触感冷得他又是一个机灵 而那嘈杂的声音也在一瞬间放大且变得无比的清晰 并灌入了他的耳中 诶 他醒了 这家伙穿的是什么衣服 没见过 哪有这么躺进修面舱的 真是胡来 周围一片窃窃私语的声音 他们说的都是人连语 不过与废土克的发音却略有不同 显得更自证腔圆一些 夜市缓缓挪开了挡在面前的胳膊 环视了一眼周围 只见他正躺在一台休眠舱里 舱盖敞开着 而周围则是一片宽敞的大厅 柔和的白痴灯光撒在银灰色的合金地砖上 四面的墙壁和天花板似乎也是合金构筑的 不过却并没有显得冰冷或缺乏情调 由于没有能直接看到外面的窗户 夜市无法确认自己到底身处于何地 不过其实也无需确认 毫无疑问 这里就是猎户号导弹巡洋舰 只不过令他困惑的是站在他面前的那群人 攒动的人头将房间的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粗略一数至少有五六十号人 那一双双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有的写满担心 有的写着好奇 还有的则是出于同情或其他莫名其妙的情绪 这时候一名穿着军用外骨骼的男人穿过人群 走到了他的面前 一双锐利的毛子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双眼 你是什么人 夜市没有回答 只是沉默着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前 他的身上只穿着一件蓝外套 霞光动力装甲已经不见了 接着他又抬头打亮了一眼面前的那些人 只见他们的身上穿着银灰色的衣服 和学院很像 却又不完全一样 而胳膊上则是印着人连空天君的臂章 夜市一时间感觉脑洞有些不够用 当场就愣在了原地 不过很快 站在他面前的男人便叫醒了他 用严肃的语气重复了一遍 告诉我你的名字 身份 以及目的 似乎是觉得他的语气太严厉过头了 站在旁边的其他船员反过来又指责起那家伙来 哎 别把人家孩子吓到了 我看他那样子 显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时候 一位漂亮的大姐姐蹲在了他的面前 关切地看着他问道 你还好吗 乌黑的绣发摇晃在面前不远 那薄薄的刘海下是一张线条柔和而不失英姿飒爽的脸 也是有点懵逼 虽然他确实挺年轻的 但怎么也不至于被称呼为孩子呀 侯杰动了动 他说道 我 不确定 这是实话 他确实搞不清楚这状况到底是怎么了 那位年龄稍长的女士并没有气馁 明亮的眸子注视着她的眼睛 喂 我看这小鬼不像平民啊 你说会不会是年军保护组织的间谍呀 虽然听起来有点扯淡 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那个穿着外骨骼的男人显然也是如此觉得 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夜时 手虽然没有握着枪 却也放在距离武器不远的地方 闭嘴 林悠悠回头瞪了两人一眼 警告两人闭上嘴 随后重新看向了夜时 告诉姐姐 你的名字是这个吗 夜时老脸一红 但还是执拗地强调了一遍 这就是我的名字 当然 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是夜尾 说出完整的昵称没有必要 平时也没人喊那么一长串的名字 只会增加不必要的误会和沟通成本 他已经够意思了 连现实中的真名都坦白了 林悠时没想到的是 当他说出自己有两个名字之后 周围的人们反而放松了几分戒备 这时他才猛然间想起 废土翁赖的背景介绍 有在不惜眼的篇章中提过一句 人连时代 很流行在成年之后 给自己取个新名字 这倒是有点像现实中 那些小众文化圈人士的圈名 很多人日常都用网名交流 一年到头除了收发快递 基本用不上几次真名 以至于自己念自己的名字 都觉得陌生 似乎是相信了他说的话 林悠悠看着他的眼睛 继续说道 你受伤了吗 可能吧 我也不确定啊 夜市含糊地嘀咕了一句 从休眠舱里坐直了起来 我的脑子很乱 状态不是很好 这里快冷的 可以让我先出来吗 我不想躺着说话 我们正打算这么做 但我得先确认 你身上没有受伤 来 我帮你 看着直起身子的夜市 林悠悠从地上站起 伸手将它 从休眠舱里扶了出来 谢谢啊 从所谢的冰渣里钻了出来 双脚站在地上的夜市 礼貌地道了一声谢谢 随后将目光投向自己的脚下 又看了看周围 表情渐渐错愕了起来 我们 这是在地球上 听到这句话 围在周围的船员们 交换了一下视线 包括林悠悠的眼神 也变得有些古怪 不过那温柔的声音 并没有变化 他仍旧用那诚恳的视线 注视着夜市 柔声问道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我们在地球上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夜市剁了剁鞋子上的冰茶 不假思索地回道 这里有重力 而且和在地上的时候 没什么区别 难道不是吗 林悠悠愣住了 旁边的几人也愣住了 似乎是听见了什么 很好笑的事情 人群中传来一声 扑斥的笑声 我猜这孩子是第一次出远门 没听说过什么叫人工重力 见夜市看向自己 那个留着黄毛短发 脸很长的男人 笑着打了声招呼 考拉 四部的工程主管 我的意思是 工程与维护部门 那爽朗的笑容 倒是看不出来任何恶意 这帮家伙似乎比玩家 还喜欢开玩笑 夜市忽然觉得 反倒是自己这个玩家 显得有些拘谨了 考拉 是那个动物吗 那人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没错 那家伙是我的吉祥物 小时候救了我的命 夜市忽然好奇 这家伙小时候是怎么被 考拉给救下来的了 不过没等他开口问 穿着外骨骼的男人 便咳嗽了一声 打断了两人的插科打混 这里好歹是军事重地 出现了一个身份未知的 无关人士 我觉得我们还是 严肃一点比较好 说到这里的时候 那个男人神色严肃地 盯着夜市 继续说道 你是怎么闯入这里的 我怎么知道呀 夜市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妈的 是不是出bug了 误入了阿光 还没做好的地图 亦或者 只是自己这边卡了 他再次用力 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试图让自己 从这诡异的梦中醒过来 那个是叫林悠悠的医生 担心地看着他 想要阻止他的动作 却被后者伸手推开了 第2834集 穿着外骨骼的男人 紧皱了眉头 死死盯着 这个装疯卖傻的家伙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 夜市抱怨着说道 没错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本来在一艘科研船上 就是那种挤一挤 勉强能塞进去 三十号人的飞船 结果一睁眼 却发现自己 在休眠舱里 然后周围就站着你们 像看动物园里的 考拉一样看着我 那个叫考拉的家伙 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梁 自我反省似的 嘀咕了一声 有吗 随后又挠着头 嘀咕了一声 不好意思 其他人也是神色 各异地互相交换着视线 小声地窃窃私语着什么 只有那个穿着 外骨骼的男人 仍旧用锐利的眼神 盯着他 那视线就像一把 锐利的刀子 从克制的刀鞘中 露出了锋芒 你最好说实话 夜时又不是被吓大的 哪里会游着这家伙呀 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 老子说的就是实话 不肯说实话的是你们 什么七步四步的 我听着压根就一头雾水 痛快点 你们到底是天人 还是启蒙会的人 那家伙还在那艘科研船上 他可以确信 刚才他听见的 就是他的声音 他得回去救他 穿着外骨骼的男人愣了一下 收敛了几分 那视线中的锋芒 亲人 启蒙会 那是什么 他压根就没听过这两个词 人连的死敌只有盖亚 还有那些背叛了人类 试图把繁荣世界 拱手相让给盖亚的 激进组织们 夜时的胸口剧烈起伏着 喘着粗气 盯着这个 穿着外骨骼的家伙 他忽然觉得这人有些眼熟 一时半会儿却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呢 林悠悠正正地看着眼前这突然狂躁起来的小伙子 随后将严厉的目光 瞪向了那个穿着外骨骼的男人 够了 他是我的病人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 但至少先让我把他的病治好 老子他妈的不是病人 我没病 也没有疯 打断了他说到一半的话 夜时死死地盯着那个穿着外骨骼的男人 一字一顿地继续说道 我是夜时 联盟的夜时 斩烧兵团的夜时 别再和我打亚迷了 我的身份已经告诉你们了 现在立刻告诉我 你们到底是谁 周围的空气安静了下来 而且是彻底安静了 不过 这份安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窃窃私语的声音 很快再次传开了 联盟 燃烧兵团 那是什么东西啊 人连有这个编织吗 开什么玩笑 怎么可能有 这小子该不会是玩游戏 把脑子玩坏了吧 等等 他的衣服倒是有点像是避难所宣传画册上的 真的假的 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蓝色的可变温外套而已 我的衣柜里 说不定都能够翻出来两套 那窃窃私语的声音 让夜时愣在了原地 大脑如同遭了雷击一样 联盟没听说过 一个可怕的脑洞 忽然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他难道 穿越了 啊不 这听起来也太扯了 他宁可相信自己是被关在了什么 类似黑客帝国一样的虚拟空间 而目的则是为了榨取他的记忆 如果这条推论是正确的话 至少说明蒋雪舟还活着 人群中 一名个子瘦高 鼻梁上架着瓶光眼镜的男人 用食指摩擦着下巴 正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盯着那个站在人群中间的小伙 他的名字叫 吴星环 是猎户号导弹巡洋舰第五部门 也就是科学与技术部的太空科学小组的组长 同时也是一名物理学博士 为应对轨迫多变的宇宙环境 人连每艘星舰上都会配备至少一名理论物理学家 负责对一些可能存在风险的战略部署和航行动作进行科学层面的风险评估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类似于大航海时代早期的随传牧师 毕竟真要是发生了什么超出人类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 区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也很难做些什么 顶多安慰一下大伙们 从刚才开始他就一句话也没说 而此刻嘴里却是喃喃自语地念叨着什么 这家伙该不会是 不 这也太难以置信了 此时此刻 他大脑所说的冲击丝毫不逊色于眼前这位搞不清楚状况的年轻人 以至于他的认知学识乃至信仰都发生了动摇 一名时间穿梭者就站在他的面前 并大摇大摆地告诉了他未来发生的事情 这太荒谬了 他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和从事的研究 都反复告诫着他一条铁律 并且这条铁律从未被证伪 时间的流逝在不同的空间或许是不均匀的 但一定是不可逆的 这没有为什么 因为时间并不是宇宙中客观存在的事物 只是人为定义的标量 用来记录物质运动以及变化先后顺序的尺度 如果时间是可逆的 后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了先发生的事情之前 那先与后的概念本身就失去了意义 换而言之 如果时间可逆 那时间本身就不存在了 伸出颤抖的食指 吴星环摘下了戴在鼻梁上的瓶光眼镜 掏出眼镜布使劲擦了擦在袋上 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 他恨不得立刻回到地球上 向所有人公布这一惊人的发现 此时此刻 想到时间穿越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吴博士一人 在场的绝大多数人 包括那个时间穿越者 自己都可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看着那个装疯卖傻的家伙 穿着外骨骼的男人决定结束这场哑谜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眼睛说 这里是猎户号导弹巡洋舰 我的名字叫罗伊 是武器与防务部门下下太空战斗小组的士官 军行中士 你说我什么都没告诉你 现在我告诉你 我们是谁 这里又是哪里了 我劝你老实交代你自己的问题 告诉我你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 现在坦白 说不定还能获得从宽处理 罗伊 听到这个名字夜时感觉如遭雷击 浑身的杀意一瞬间释放了出来 他就说怎么觉得见过这家伙 搞了半天是在那个叫弗林的启蒙会门徒的记忆片段里 那个劫持了科研传的启蒙会门徒 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射中子鱼雷的那个家伙 显然察觉到了那股杀意 罗伊神色错愕之余 右手已经落在了电击枪上 然而还没等他手触碰到电击枪 呼啸的拳头已经迎面飞了过来 我测你吗 那速度快的让人来不及反应 但罗伊毕竟是现役军人 而且还是接受过基因与异体改造的战士 身上更是穿着军用外骨骼 自然不可能被一拳放倒 那拳头轰在了他的外骨骼上 不可思议的冲击力 令他下意识后退了半步 罗伊的眼中放出了一道精芒 你果然不是平民 我是你爹 也是怒吼一声 闪烁的电弧击穿了空气 像鞭子一样冲向了他 周围响起惊呼的声音 众人纷纷向后退开 不 你们冷静一下 林悠悠惊呼了一声 想上去拉开两人 却被一旁的同事给拉住了 叶石压根没有理会一旁的呼喊 他已经避开了无关人事 他要干死的只有眼前这个家伙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似乎预判了他的攻击 并且只是轻松的一个抬手 便将那闪烁的电弧挡了下来 那外骨骼似乎有吸收静电的功能 叶石的心中微微一沉 挡下这凶猛的致命一击 胳膊架在身前的罗伊 毫不犹豫地向前一记西撞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向了他的胸口 虽然预判了对面的攻击 但叶石毕竟刚刚从昏迷中醒来 身体并没有跟上脑子的反应 胸口结结实实地挨下了这一击 那庞大的冲击力将他顶着向后飞了出去 横着撞在了敞开的休眠舱上 差点没给他摔掉线去 然而令他惊讶的也正在这 他居然没掉线 等等 难道 意识到什么的叶石脸色猛的一变 而这时 一支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头顶 一体改造 放声款 而且安装了攻击型插件 我承认这很酷 打个响指就能放电 但你违法了少年 罗伊握着手枪 俯视着他 我本来想和你好好聊聊的 还是说 你更喜欢这种对话方式 叶石唾骂着 抱了一句现实中的粗口 随后闭上眼睛 默念一声下线 其实根本不用默念 玩了这么久 飞途翁来的他 早就已经掌握了上下线的诀窍 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能回到现实世界中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而那也正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沉重的触感并没有出现在头顶 而是从他眉心涌出 并扩散向了他的全身 他仍然在线上 但身体却像灌了签一样沉 就像从休眠舱中醒来之前 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情况的 叶石彻底慌了 差点没给狗色化跪了 卧槽 光哥你别搞我呀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他下不去了 猎户号导弹巡洋舰的剑桥 面容威严的男人正站在驾驶舱的落地窗前 那刚毅的五官线条分明 乌黑的头发梳的整齐 没有一丝凌乱 他的名字叫赵天和 军贤上校 年龄约末四十出头 是这艘兴舰的舰长 同时也是舰上三千名船员的最高指挥官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窗外那片无银的星空 过了两久之后 开口说道 还没动吗 到航员的脸上露出一抹男色 我们已经进入了超空间航道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好像停住了 他把话说得很委婉 因为他其实也拿不定主意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往常他们进入超空间航道 落地窗前的星空会一瞬间变成深邃的蓝紫色 并在一阵剧烈的抖动之后 从前方正中心的黑玉中钻出一抹白昼般的亮光 但现在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而诡异的是 驱速引擎明明已经启动了 而且各项数据都显示 他们就站在超空间航道 只是在航道的入口卡住了 赵天和没有说话 一旁一位年龄约末三十多岁的女人 脸上露出了错愕的表情 怎么可能 已经进入超空间航道 却没有动 超空间跃迁 难道是能停下来的 这种事情简直闻所未闻 他的名字叫吴梦科 是猎户号导弹巡洋舰一部 也就是所谓舰船指挥部门的执行官 这个职位通俗来讲就是舰长的副手 负责协助舰长管理舰艇的日常事务 以及安排勤务部门的工作等等 人连空间军的编制和旧时代的海军很像 不过在具体职能上又有所区别 赵天和陷入了沉思 脸上的表情渐渐凝重起来 就如他副手所说的那样 人连空间军自成立以来 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不 严格来说 应该是人类文明迈向星际时代 开发出驱速引擎以来 导航员缓缓开口 继续说道 最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们已经排查过 引擎运行状况良好 未发现过任何一场 就如您所说 我们就好像在超空间航道的入口卡住了一样 能确定是入口吗 赵天和忽然开口说 导航员愣了一下 刚想点头 却又面露难色地摇了摇头 这 这个 没法确定 超空间并不是经典宇宙 而是一条架在大质量天体之间的隧道 在这条隧道中只能进行点对点的移动 而在经典宇宙中的坐标 以及相对大质量天体的距离 是没法测定的 第2836集 剑桥内一片寂静 在场的船员面面相去 没有人吭声 过了半晌 赵天和看向一旁 同样沉思着的无执行官 沉声问道 你觉得可能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 如果是纯凭想象的猜测 可能性实在太多了 已经冷静下来的吴梦科摇了摇头 神色复杂地说道 或许五部的科学家 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赵天和点了下头 将目光投向了落地窗外 表情凝重地说道 但愿吧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 这时候 剑桥门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一名军官大步流星 穿过敞开的合金门走了进来 形色匆匆地汇报说 报告 下层甲板发生碰撞 有不明飞行物撞上了我们 剑桥中传开一片惊疑的声音 赵天和没有犹豫 快步走到一台终端机前 看向全息屏幕 坐在终端机前的工作人员 咽了一口唾沫 神色慌张地说道 归发现舰体结构损毁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那军官立刻说 不可能 我的人就在现场 我们已经按照安全手册上的 紧急预案 关闭了受损区域 可是 没有去听两人的争论 赵天和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而错愕的表情 也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了 他那张严肃的脸上 偏倒护盾运行良好 舰体完整性检测 也一切正常 但他相信自己的船员 不会说谎 尤其是他们根本 没有说谎的必要 走到他的旁边站定 吴梦科女士的脸上 也是一片复杂的神色 怪事真是一桌截着一桌 你说会不会是 双子耗时的把戏 赵天和用不容质疑的语气说道 他们已经死了 吴梦科反问了一句 如果没有呢 谁也没有真正上去确认我 不需要确认 我们确实击穿了他们的护盾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件事就别再讨论了 面无表情地说出了这番话 赵天和停顿了片刻 继续说道 而且退一万步 即便他们真的侥幸逃脱 也没有任何可能将我们 封锁在超空间航道里 超空间航道有办法关闭 只要弄个大号的重力井 干扰附近的引力厂就行了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对于已经打开的 超空间航道 想要将其关闭 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至少以人类目前已知的技术手段 是无法办到的 吴梦科叹了一口气说 那只能是外星人 介入了我们的战争了 除非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他们存在 否则我不想做这种 毫无根据的假设 留下这句话 赵天和看向了 站在剑桥门口的军官说道 能确定是什么东西 撞上了我们吗 那名军官显然也在确认 食指按在耳旁过了好久 才表情古怪地说道 是一艘 救生艇及民用飞船 我都不想不确定 但飞船上没有友军标识 民用飞船 吴梦科的眉毛 轻轻抬了一下 于伟文拉开了一抹浅浅的意外 为什么会有民用飞船在这里 或许是基金组织的恐怖分子 也或许是哪个倒霉的记者 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赵天和看着军官继续问道 通过通讯系统确认了现场的情况 军官看向舰长说道 我们在飞船上 找到了一台休眠舱 里面躺着一个模样看起来 有十七八岁的少年 他 自称自己是来自一个叫联盟的组织 隶属于燃烧兵团 联盟 燃烧兵团 吴梦科的脸色微微变化 喃喃自语 难道还真是外星人 赵天和的表情也有些怪异 盯着那军官继续问道 他还说了什么 说了不少 那军官沉默了一会儿 脸色忽然微微一变 抬起头说道 他和我们的人打起来了 工程与维护部门的一体修理间 成功制服了某个少年的罗衣 正靠在手术台上 任由悬在头顶的机械臂 在左胳膊上一顿摆弄 站在控制终端的旁边 穿上工作服的考拉 熟练地操作着平板 切开罗衣左胳膊上的仿生皮质 从里面抽出了一只 烧得漆黑的金属圆管 电容烧掉了 得换个新的 严重吗 抱着双臂站在一旁的大块头 眉头皱起问道 他的名字叫萧勇 和罗衣一样 同属于第六部门下辖的太空战斗小组 军衔也是中式 严重倒是不严重 烧了个电容而已 我这最不缺的就是电容 考拉咧嘴笑了笑 摇着头说 不过这些小年轻下手可真够狠的 一出手就是死手 年轻人下手确实没情没重 给他做一体手术的人 也是他们活腻了 萧勇忍不住骂了一句 根据一体管理法案 仿生学一体是禁止安装 伤害性用途插件的 尤其是装在未完全发育的 未成年人身上 他们已经保存了证据 等回到地球 就会对涉事人员提起诉讼 坐在手术台上的罗衣 看着自己重新更换的右手一体 沉默了片刻之后 忽然开口 那家伙上过战场 站在旁边的萧勇 抬了一下眉毛 你的意思是 他是军人 是的 看着点头的罗衣 萧勇促恶地放下了 抱在胸前的双臂 我们有这么年轻的士兵吗 十八岁 应该还在读高中吧 参军至少也得大学毕业了 至于殖民地的叛军 那帮家伙 现在应该已经化成灰了 罗衣抬起头 看向他说道 你没听他说 他来自联盟吗 萧勇皱起了眉头 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 罗衣的神色有些复杂 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但他的反应速度 还有战斗素质并不住 甚至于 如果不是因为他刚刚解冻 搞不好我一个人 还未必能够将他指服 萧勇吃惊地看着他 你在开玩笑吧 就那小子 罗衣认真地看着他说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那家伙能预判他的攻击 并且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只是身体没有跟上 这绝不是在训练场上 锻炼出来的本领 只可能是短兵相接的 厮杀中领悟的 唯一的疑点只有一个 就如他战友所说的 这小子太年轻了 在他们看来 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第2837集 就在这时 一道意料之外的声音 从修理间的门口 插了进来 我的看法 和罗衣忠是一样 那小子压根不是什么平民 他就是军人 而且和你们不同 他是从废土上杀出来的 三双惊讶的视线飘向门口 只见他们的随传牧师 正拎着一壶威士忌 醉醺醺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甚至在跨过门槛的时候 还打了个酒阁 萧勇皱起了眉头 废土 那是什么电影吗 五部是整艘导弹巡洋舰上 存在感最低的部门 这个部门说是为了应对 诡谴多变的宇宙环境而设立 但自设立以来 就没听说 哪艘星舰上的五部派上过用场 那些随传行动的科学家 既不会修引擎 在战略部署上也插不上什么嘴 唯一的用处 仅仅是生产一堆 被称作论文的学术垃圾 他并不否认物理学家 对繁荣纪元的功劳 仅仅只是怀疑 在每艘星舰上配置科研小组 是否有那个必要 面对骁勇忠实的质疑 吴星环没忍住打了声九格 不好意思地抹了抹嘴 天影 不是那种东西 这小子来自我们的未来 或者说他就是我们的未来 考拉表情古怪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疯话 骁勇也冷笑了一声 不屑地说道 就那小子 他要是我们的未来 那人类真的无可救药 别这么说 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啊 我敢打赌 你年轻的时候 比他混球得多 还未必有他的身手 吴星环怪笑了两声 环视了在场的诸位一眼 清了清嗓子 继续说道 另外 告诉各位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们的飞船 卡在了超空间航道里 而那个时间穿越者 可能就是导致我们卡住的原因 房间里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三双视线茫然地看着彼此 交换着眼神中的懵逼 超空间航道 卡住了 见另外两个人看着自己 考拉连忙抬起手说 别看我啊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而且修FTL引擎不是我的话 萧勇忍不住问 你他妈不是工程主管 考拉咳嗽了一声解释他 四部的全称是工程与维护部门 超空间引擎是维护部门的话 有专门的工程师负责 而且这种关键的设备 是直接由一部管理的 也就是舰长那边的 萧勇被绕得有些头大 拍了拍自己的脑壳 我们的部门太多 该裁掉一下 考拉打了个响指 好主意 我也觉得五步是多余的 吴兴环把手中的酒瓶 往身后藏了藏 尴尬地说道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我得捋一捋 罗伊石只按着眉心 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你的意思是 那孩子来自未来 而我们的未来是废土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世界毁灭了 世界没有毁灭 只是我们的文明 从一个历史阶段 进入了下一个历史阶段 吴兴环 见话题终于回到了正轨上 连忙接住了话题 继续说道 你们注意到他身上的衣服了没 那就是避难所的外套 不是什么高方款 萧勇冷笑了一声 如果他只是个玩cosplay的 你就尴尬了 吴兴环目光炯炯地看着他 语气中带着一丝按捺不住的兴奋 但他显然不是 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变种年军的包子 而且是我们没见过的包子 房间再次安静了下来 这次不只是骁勇 罗伊的脸色也变了 不过吴兴环却没有在意 仍旧喋喋不休地说道 我知道这有些难以令人接受 但这就是未来发生的事情 在遥远的未来 人们已经实现了和变种年军的共生 他们对我们不再致命 我们对他们也不再势如仇口 而是成为了彼此的一部分 扯鸡巴蛋吧你 肖勇骂了一句 照你这个说法 那这仗不是白打了 看着这个接受不了的莽夫 吴兴环耸了耸肩膀 面带微笑地说道 站在个人的角度 可能确实是如此 但站在文明的高度 哪一次不是如此 我们不能站在个体的层次 看待文明的问题 同样不能站在文明的高度 俯视个体 同一维度的问题 必须用同一维度的视角来研究 不管你们信不信 事实就是如此 我得完善一下我的理论 你们应该感到荣幸 你们正在和未来物理学界的新星 站在同一艘船上 这和物理学新星有什么关系 考拉抓了抓毛茸茸的头发 不解地问道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吴兴环微笑着张开了双臂 将藏在身后的酒瓶又亮了出来 时间是可逆转的 物质的运动也是 伤也是 我发现了新的物理 我看你他妈是疯了 小勇一把抢过了那家伙手中的酒瓶 不顾后者的抗议灌了一口 他还是接受不了 这场持续了三年的战争 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而在遥远的未来 精神小伙们不但毫无顾忌地装上战斗一体 还开着带有反重力装置的准飞船 像蟑螂一样满宇宙乱窜 如果是这样的结局 倒不如毁灭算了 罗伊叹了一口气 食指和拇指捏了捏鼻梁 你刚才说我们卡住了 是的 没错 眼看着瓶子里的酒被喝完 吴兴桓失望地放弃了把他抢回来 罗伊无语地看着这个得意忘形的家伙 所谓的未来学术界大牛 我估计相信你说的话 但我觉得既然已经这样了 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帮我们脱困吧 听到这句话 吴兴桓的脸上再次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这其实很简单 虽然不知道那家伙是掉进了黑洞 还是撞上了什么中子星之类的玩意儿 总之 他误打误撞地闯进了我们的时间线 所以呢 罗伊一点也不觉得这有多简单 甚至已经开始感到头疼了 不过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吴博士显然是截然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们只需要搞清楚他在来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 然后把他送回去就行了 听完他的说法 修理间内的三个人都愣住了 真有这么简单吗 这听起来就像是把打翻的盒子重新收拾好 然后再将盒子盖上一样 罗伊眼中带着几分怀疑 但看着吴博士那目光炯炯的眼神 却又情不自禁地信了几分 至少这家伙是专业的 看来我们的五步总算是要发挥点作用了 考拉耸了耸肩膀 在战争结束的前夜 救下了一个来自未来的孩子 还救下了三千多号船员 我的成就远远不止于此 我相信许多年后 你们会回忆起今天这场会面 以及那个平易近人的我 吴星环浮夸地做了个汉手鞠躬的动作 仿佛双脚已经站在了颁奖台上 萧勇用鼻子冷哼了一声 仍旧是那不屑一顾的表情 虽然这听起来很蠢 但总之先试试吧 母星虽然受到战争的波及 但远远不至于沉沦到废土的程度 尤其是和变种年军和解 那岂不是等于再说 那些搞砸了一切的激进派们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想都别想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罗伊不但想去思考那么远的事情 他已经离开家太久 只想早点回去 和解了就和解了吧 宇宙这么大 除了南门二之外 还有数不清的星系 让他们一颗星星也未尝不可 放对方一条生路 也是放过自己 况且那颗星球本来也是属于盖亚的 他们在那生活得好好的 如果不是人类的殖民舰打搅了他们的青梦 他们大概会一直自己和自己玩下去 直到整个宇宙热计 站在人连的立场上 三年战争无疑是光荣的 但在对面看来就未必是了 从手术台上起身 他活动了一下胳膊 将目光投向了站在门口的吴博士 那个叫夜时的少年呢 他现在人在哪儿 吴星环笑着说 在医务室呢 小林替他检查了身体 基本上已经没事了 罗伊点了下头 去看看他吧 我也去 考拉举了一下胳膊 匆匆关掉了设备 跟在了三人的身后 虽然舰上的治安是三步的活 但这种有意思的事情 他哪能错过呢 况且某人都说了 这可是见证历史的时刻呀 四人来到了医务室的门口 只见已经有不少人围在这里 不只是医疗与生命保障部的医生和护士 还有其他部门的人 甚至是舰船指挥部门的高级军官们 罗伊在这甚至看到了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部门的人工智能专家 连十步的人都过来凑热闹了 这是他着实没有想到的 罗伊的心中微微一沉 忍不住瞥了旁边的吴博士一眼 这个大嘴霸子 毫无疑问 这小子来自未来的事情已经传开了 现在所有船员都知道 他们的船上来了一个未来的访客 让一让 让我进去 吴星环举起胳膊 像个明星一样 挤向了舞台的中央 见到这个来自舞步的家伙 围在周围的人们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好奇地看着他打算干点什么 静止走到了那个 呆坐在治疗床上的少年面前 吴星环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 半蹲在他的身旁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吴星环 是这里的科学家 夜市看向了他 总觉得这个人不像个科学家 倒像个小丑 不过想到学院的那些人 他又释然了 面无表情地点了一下头 哦 他现在脑子很乱 一方面是过了这么久 他不确定蒋雪舟是否还活着 另一方面 则是他搞不清楚 自己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两种可能 要么自己现在正在某个一条命的副本 要么自己就是真穿越了 认真思考后一种情况 虽然有点蠢 但他却没法不慌 阿光到现在都没有回应他 论坛的小伙伴 因为没有下线也联系不上 他甚至有点后悔 当时应该让方长留在驾驶舱 而不是自己 如果是方长老哥的话 肯定分分钟就把问题解决了吧 或者老白也好 至少那家伙做事可能会更成熟一些 也是仔细回忆自己的游戏生涯 好像绝大多数时候 他都是靠蟒 而不是脑子的 我或许能帮到你 吴星环一脸诚恳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试图博取他的信任 哼 帮到我 夜时微微侧过脸看向他 嘴角忽然翘起了一丝玩味的笑意 哼 你 正说话的时候 他已经闻到了那一身的酒气 这家伙让他想到了蚊子 再没有人比那个家伙更不靠谱了 相比之下 阿伟可能都是稍微靠谱一些的 至少没真把事情搞砸 不过这家伙大概是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酒还没醒 滔滔不绝地继续说 根据我的推论 你大概是在进行超空间移动的时候 遇上了什么麻烦 我或许可以帮你 这 这对你我都好 都好 夜时表情玩味地看着他 这么来看 你的推论似乎不怎么靠谱啊 我那艘科研船上并没有取速引擎 最多用反重力装置从地表上起降 可没法进行超空间航行 吴星环用手指笔画着 继续说 我知道 但反重力装置的技术原理 其实和取速引擎类似 只是对引力子的不同作用而已 而且 而且 也许那只是一艘逃生船 你还有其他的船在附近不远 这家伙大概是喝高了连话都说不清楚 夜时撇撇嘴继续说 那是学院组织的科研船 我没有其他的船了 只有这一艘 你应该听说过学院吧 我记得这个组织战前也是存在的 是一个学术组织 等等 你的意思是 他们在战后发挥了很大作用 吴星环惊喜地看着他 像是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似的 夜时能猜得到他在想什么 这家伙大概已经想好 回了地球之后攀哪棵大树了 不过 这家伙显然是想多了 要说为什么 我们撞上了一枚中子鱼雷 就算没撞上 那家伙也在我们附近爆炸的 我不确定偏倒护盾挡住了多少 但飞船失控了 然后撞上了你们 说到这的时候 夜时停顿了片刻 看着这个所谓的科学家那兴奋的眼睛 说出了让后者乃至在场所有人 都一瞬间手脚冰凉的话 你猜我是去干什么的 或者说为什么会撞上你们 没错 我是去挖坟的 你们的坟 空气死一样的寂静 原本焦头切尔看猴一样的众人 彻底没了声音 吴星环一瞬间大脑荡机似的 愣在了原地 抱着胳膊的骁勇 微微皱起了眉头 而罗伊则陷入了沉思 至于考拉 和之前一样挠着头 那茫然的痘痘眼 倒是越来越像一只真的考拉了 过了两久 他打破沉默地说道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死了 是的 夜时闭着眼睛回了一句 那我们是怎么死的 考拉仍旧不死心地问道 总得有个原因吧 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死的 夜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理所当然地说 我这不连坟都还没进去吗 对哦 考拉似乎被说服了 挠着后脑勺自言自语 你还没进去 对于人连空天军的招募标准 已经无力吐槽 夜时深深叹了一口气 眼睛翻到了天花板上 他脑子现在很乱 就像一团毛线球 而且找不到头绪在哪 要怪就怪这游戏太逼真了吧 连个菜单见面都没有 离了VM和登出功能 他还真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在游戏里 还是真穿越了 他当然希望是前者 毕竟就算要穿越 也没人希望自己穿越到一座坟包里 更不要说 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压根就不想去一个陌生的环境 再来一次 可如果是在游戏里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不能下线 更惶恐自己现实中的身体 从他第一次昏迷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甚至十几个小时 久就到现在还没有破门而入 把他弄醒 只能说可能确实出现了什么意外 导致他在现实中醒不来了 想着这些事情 越是感觉自己的头又疼了起来 现在唯一的好消息是 就在刚才醒来之前 他又一次听见了那个 呼唤着他名字的声音 还有那声可爱的阿体 毫无疑问 那是蒋雪舟的声音 还真是令人心情复杂 他想要拯救的人 反而成了他心中唯一的安慰 至少他还在这附近 我看他大概是疯了 站在门口的骁勇放下了抱着的双臂 摇摇头走掉了 罗伊没有离开 仍旧一脸沉思地看着他 似乎是在回忆一些事情 站在治疗床旁边的林悠悠 将手轻轻放在了夜时的额前 脸上写着一抹担忧 你的心率不稳 带去水平也很低 最好还是讨着休息 我不需要休息 夜时嘀咕了一句 不太适应这种无微不至的照料 向旁边躲了躲 我也不需要你们担心 你们还是担心下自己吧 也不知道这帮人 是不是神经大条过头了些 得知自己的死讯 都能这么淡定 当然了 也不排除他们 只是把他当成了个乐子 就像玩家们 偶尔也会把某个NPC 过于离谱的遭遇 当成下饭的乐子一样 起初他还担心 这些人会接受不了 自己已经死了的残酷事实 但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看着这个闹别扭的少年 林悠悠只是温柔地笑了笑 将手收了回来 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当然也会照顾好你 无论怎么说 你才是病人 我没病 夜时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 他已经不想重复这句话了 尤其是这家伙 似乎把他当成了没长大的孩子 让他横竖觉得别扭 这时候 蹲在治疗床边上的吴博士 忽然冷不丁地抬起了头 我大概是病了 似乎是终于回魂了 他嘴里碎碎念着什么 从治疗床的旁边站了起来 林悠悠看着这个神神叨叨的家伙 抬了一下眉毛 表情古怪地说 要不你也在这谈会 破了 扔下这句话和一头雾水的夜时 吴博士推开人群 脚步匆匆地离开了 林悠悠叹了一口气 扬起食指按了按眉心 朝着围在医疗室门口的众人说道 我的病人需要休息 你们如果不是来看病的 就散了吧 能看得出来 繁荣纪元的居民素质 是普遍比较高的 虽然吃瓜群众们 很明显还没有吃饱 而且刚吃到精彩的地方 正好奇接下来的发展 但大多数人都还是听了医生的话 没有继续挤在医务室的门口 很快散了个一干二净 只剩罗伊站在门口 林悠悠眼睛盯着他 你呢 你有什么毛病 罗伊指了指自己 刚做完手术的胳膊 看着眼前这位值班医生说道 我是来看病的 顺便和病人聊两句 放心 我不会打扰他休息 林悠悠没有说话 只是询问地看向了 躺在治疗床上的病人 然而后者却没有看他 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 并倔强地 将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病 这不是你我说了算的 等医生说了才算 罗伊耸了耸肩 默认这句话是同意和自己聊聊了 于是走进了医务室里 从旁边抽了一只椅子 他走到治疗床的旁边坐下 盯着躺在床上 那个少年说道 你似乎认识我 或者我换个说法 你认识未来的我 嗯 叶石点了一下头 目不转睛地盯着罗伊 虽然眼神仍然充满着警惕 不过倒是没有像之前那样直接动手了 其实冷静想想 不管自己此刻面对的是哪一种情况 有一点都是毫无疑问 这里绝不是自己撞上的那艘处在废土纪元 215年的猎户号巡洋舰 自己就算杀了他也没有用 搞不好还会因为触碰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时空悖论 导致自己回不去了 这种可能性并不等于零 就和自己穿越了的猜想一样 现在最重要的是冷静 以及尽可能地搜集 有助于自己了解当下状况的情报 第2840集 此时此刻的罗伊并不知道 眼前这位据说来自未来的孩子在想着什么 只是注视着他的眼睛 忽然开口说 你的身手不错 叶时淡淡笑了笑 过奖 罗伊笑着说道 一点也没有过奖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还在总摩着报告哪个学校 比如说杀人的本事 连枪都没摸过 也没见过 并不排斥和这家伙闲聊 叶时随口说道 然后你报了军校 罗伊摇了摇头 并没有 我最后选了环境改造工程 至于加入部队 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环境改造工程是什么 是一朵石 罗伊咧嘴笑了笑 继续说 当时我们和殖民地的关系 还没那么讲 还在想着怎么把盖亚 改造成地球 以及顺便利用 殖民地那边研究的技术 把太阳系的其他几个行星 也改造成内地星球 事实证明 这个专业是个天坑 叶时恍然地点了点头 懂了 简单来说 就是二十二世纪的生物 罗伊看着他问 你呢 叶时坦白地说 二十四世纪啊 大概用我们的算法 是废土机缘二百一十五年 罗伊笑着说道 没想到时间末日 持续了这么多年 叶时想了想 说道 两百多年吧 不过 差不多也快结束了 罗伊好奇地追问 被那个 联盟结束的 叶时说道 算是吧 其实也不只是联盟 还有很多很多人 也出了不少力气 不过话说回来啊 联盟本来就是 所有幸存者的联盟 纠结到底是谁 结束的废土 好像没什么意义啊 罗伊点了点头 忽然感慨地说 其实我初听到 你们在废土上 沉沦了两百多年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因为我的家人 还在地球上 他们这辈子 都没希望 等到和平年代了 不过想到 这两百多年 已经过去了 未来 又都是像你这样 年轻有为的小伙子 我又有些欣慰 或许未来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 顿了顿 他由衷地说道 挺好的 真的 挺好的 他的这句话是 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没有半点客套的意思 他们的文明并没有毁灭 而且在末日的历练下 变得更年轻了 也更团结了 这其实就是意义 如果说在 踏上回家的旅途之前 他还对三年战争的 胜负存有一丝疑虑 担心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 那么此刻的他 对于未来 已经没有任何 顾虑和忐忑了 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 但最终 他们所有人的未来 都是光明的 也是笑了笑 是吧 我也觉得还挺不错的 本来是挺不错的 罗伊抬了抬眉眸 半开玩笑地问道 结果遇到了我们 准确地来说 是遇到了你 叶时注视着他的眼睛 直言不讳地说 你一个人灭了 学院一支小队 虽然是在 你队友的帮助下 罗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没想到我还有这本事 那后来呢 你追着活了两百多岁的我 一路追到了太空上 这听起来就够离谱的了 林悠悠暗了暗眉心 一脸无法相信的表情 她还是更倾向于 相信自己的常识 这家伙是因为 没有按照严格的 冷冻休眠程序 进入休眠舱 导致被冻坏了脑子 时间穿越 这种事情太离谱过头了点 而躺在治疗床上的夜时 却点了一下头 干脆地说道 嗯 没错 其实这事本来不归我们管的 但你开着学院的科研船 直接穿过太空垃圾 上了同步轨道 然后回到了这艘已经被摧毁的 导弹巡洋舰上 我们接到情报 这艘巡洋舰上 储存着十万发中子鱼雷 或者就算没这个数字 也差不了多少 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打完最后的战争 正准备庆祝我们的文明 进入新纪元 结果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罗伊愣愣地看着她 表情渐渐严肃了起来 我有说过自己要干什么吗 夜时撇了撇嘴 还用得着说吗 你加入了一个叫天人的组织 那是一群躲在拉格朗日点 空间站上的神经病 外加恐怖分子 他们和启蒙会一样 整天只想着把地表上的一切炸了 然后重开 至于你 你压根就没和我们废话 而我们用脚趾头都能猜得到 你要干什么 无非是继续执行 两百多年前没执行的 对地攻诈任务 对地上的年军母巢 以及废土客 来一轮彻底的清醒 然后再重建你们想象中的家园 罗伊的脸色彻底变了 对地轰炸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林悠悠的表情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接着又看向了夜时 我可以作证 舰队的工作日程都是公开的 这种事情不可能满得过我们 也许只是你们不知道呢 夜时用鼻子哼了一声 就算是我们的管理者 也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吧 罗伊将手放在胸前 认真地看着他说 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向你发誓 即便退一万步 只有你说的那种情况 我们正在执行我们不知情的任务 甚至 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也绝不会在知情之后 继续去做罪犯的帮凶 夜时呵呵了一声 谁知道两百年后的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罗伊沉默了一会儿 低一声说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人是会变的 但我不相信我会变成那样 我只是告诉你 我看到的事情 信不信有你 夜时望着天花板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当然了 我其实相信你说的话 和你聊了这么久 我觉得你并不像是能干出那种事的人 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吧 谢谢你相信我 罗伊点了一下头 不过老实说 我理解你的愤怒 站在同样的立场上 如果我穿越到了过去 看见日后发动战争的罪犯 就在我面前 我可能也会犹豫 要不要先掐死他 哪怕当时的他什么眼里做 夜时饶有兴趣地看了他一眼 哎 话说你不害怕吗 罗伊问道 害怕什么 夜时看着他提醒道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啊 你们已经死了 你和我说的罗伊画的界限越清晰 你还活着的概率就越低 要么那家伙是你的科隆人 要么是仿生人 都过去了两个世纪 死了也正常吧 罗伊耸了耸肩 继续说 况且 你只是看见了猎虎号的残骸 这说明不了什么 也许那是很多年后的事情呢 我们也不是 一直在这船上服役的 更不要说 我们现在还没搞清楚 你这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夜时惊讶地看着他 你们倒是挺乐观 林悠悠将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用打趣的语气说道 毕竟我们还没死 总不可能因为某个小伙子的一句话 救自己吓自己 我的看法和林医生一样 罗伊点了点头 看着躺在医疗床上的少年 继续说道 我在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因为什么躺进了休眠舱 或者说你昏迷之前遇到了什么 无论吴博士的推测是否正确 直觉告诉他 这都关乎着他们能否摆脱眼下的困局 夜时眼中浮起一瞬间的迷茫 我 说实话 不太清楚 罗伊愣住了 和林悠悠相视了一眼 接着又看向他问道 不太清楚 我指的是 就是不太清楚 我当时 应该是昏过去了 夜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表情苦闷地说道 我的记忆中 并没有关于自己是如何躺进休眠舱里的这部分 我们当时挨了一发中子鱼雷 物顿的能量刚好耗尽了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撑住了没有 紧接着 我们就撞在了猎户号残骸腹部 靠下一点的位置 哦对了 当时驾驶舱里还有一个人 她是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姑娘 名字叫蒋雪舟 你们有在那艘科研船里看见她吗 虽然知道这种可能性很渺茫 但夜时还是向两人投去了西纪的视线 然而两人的反应 让她的心情一瞬间沉入了谷底 如果我们说的是同一艘飞船 那飞船里只有你一个人 罗伊认真地看着她 沉声说道 里面只有一台胸面舱 而躺在里面的人 就是你 这确实有些奇怪 如果你当时昏迷了 你是怎么躺进休眠舱呢 灵悠悠食指和拇指的指尖 捏着下巴 认真地思索着说 要么你的大脑在撞击中 出现了记忆断片 不记得当时自己是怎么爬进去的了 要么就像你说的 飞船里其实还有一个人 只说我们看不见 没有 那就是 老实在那儿 不记得